哪知三月坐洪水 为什么228是许多台湾人最痛的三个字 1947年2月27日 发生于台北大道城的弃烟命案 因为2月28日行政长官公署 向陈平民众开枪 演变为全岛的抗争 战后代表盟军 接收带管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贪污舞弊层出 差别对待台湾人引起的社会不满 一次爆发造成严重的冠名冲突 接受日本时代新式教育的台湾士绅 感觉必须出面解决问题 在行政人官陈一的同意下 成立了228事件处理委员会 开始提出各种改革社会的方案 陈一表面上与台湾人协商 一方面缺乏电报 向蒋中正请兵来台湾镇压 等军队体台之后 全盘否决除委会的要求 以为终于可以民主自觉的台湾人 没想到接下来迎接的 却是全岛大屠杀 在中国出发的军队到台湾之前 高雄就已经被屠杀 高雄市的处委会 在3月6日派五位代表 与时任高雄要塞司令部的 彭梦奇交涉 防止流血事件扩大 彭梦奇却将来交涉的士山代表 直接捆绑枪杀 只留下两名火口 并下立军队 直接携带机关枪与步枪 开始沿路无差别扫射 彭梦奇的军队前路见人的开枪 高雄市区横尸片野 最后直接杀进 有许多民意代表跟市民 在等待谈判消息的高雄市政府 许多手无寸铁的市民当场残死 军队甚至向市府旁的防空豪丢手榴弹 许多来不及躲避的民众被炸死 并对躲藏在爱河的民众开枪 随后又将大量的尸体丢入爱河 根据国民党情治机关保密局自己的档案 至少有120人当场冤死 彭梦奇也因此事件得到高雄屠夫的恶名 但是后他不但没受到惩处 还被蒋中正一路高盛 陈怡向蒋中正请求了军队 中国福州出发的宪兵团在3月8日抵达 上海来的枕边21师也在3月9日登陆 军队登陆前 基隆要塞司令史洪熙 就已经先下令军队开枪 所行基隆港边与市区 英国领事馆的电报清楚地写下 3月8日下午2点起 来福枪与机枪扫射持续了两个小时 中国军队从基隆港登陆后 就开始进行大搜捕 并沿着街道扫射 遇见成年男子就开枪 21师在基隆最残忍的行为 就是搜捕了一卡车一卡车的年轻男子 再到基隆港边 先用刺刀贯穿他们的手掌 再用铁线穿过伤口反磅 集体丢下基隆港淹死 浮尸染红基隆港 甚至飘到淡水阁 军队从基隆杀入各县市后 报社 除委会 维持治安的学生手当西冲 当时台湾有五家民营报纸 军队一上岸就被捣毁 几天内 台湾的媒体工作者被大量捕杀 从此 就只剩下官方的声音 至少150名在除委会帮忙的学生 也遭到枪杀 100多名维持治安的学生 被押到原山仓库广场前射杀 10日 陈一进一步解散除委会 积极参与的师生 成为逮捕和枪杀的对象 在知道军队登陆后 请治单位保密局的特务 也开始逮捕 暗杀选择台湾精英 包含民意代表 医生 律师 法官 检察官 记者 地方师生 都在保密局秘密暗杀的行列 三月屠杀中 到底有多少台湾人被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军队 和情治人员杀害 根据2021年官方的228事件纪念基金会 出版了最新报告 从国内外政府机关的文献保守推估 三月屠杀中 死亡与失踪的人 至少8,324人 至11,841人之间 至今 三月屠杀中 下令屠杀台湾人的彭幕器 史洪熙 赵木桃 柯远芬 刘雨晴 都没有受到任何法律 与政治上的追究 保密局台湾站站长 联合报第一任发行人林鼎丽 放任他管理的保密局特务 任意逮捕 暗杀台湾人 也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当年派出这些筷子手 事后也没有追究他们的暴行 反而奖励他们 高升他们的赌裁者奖中正 在市区还有纪念堂 四处都是纪念他的道路 铜像 台湾社会 离还给这些三月大屠杀受难的冤魂们公道 其实还有一大段距离 我们也必须不断不断诉说他们的故事 防止这样的悲剧 再次发生在这块美丽的土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